蓝宇蓝洞是台湾潜水天堂 生态资源丰富 海下珊瑚更是水中地标 但最近被潜水客发现 千年的大海扇 不敌台风侵袭 再次受到破坏 原本完善的扇体 在去年11月 就已经出现 疑似被人破坏的缺口 但这次又因为台风侵袭 海扇变得更加破碎不堪 三分之一的扇体全都消失 现在这副模样像极了 一面破扇 让人看了好心疼 金美大海扇是蓝宇的水中地标 潜水客更称它为海底捕莫网 因为成长不易 一年长不到一公分 让这个千年海扇 显得更加珍贵 如今却成了台风受灾户 台风肆虐 让台湾海洋生态屡屡传出灾情 蔚蓝的海面上浮出层层油污 岸边礁石更是被油污染得焦黑一片 南侧海岸尽量不要减食花隔 花隔已经有些许的油味 中国集货轮搁浅在金门古冈海域 因为风浪强劲 油污随着海水直接往金门南岸的 要罗湾扩散 重创当地花隔生态区 台风虽然走了 却带来海洋生态的重创 政府如果再不重视 仰赖海洋生存的居民 将会面临生存问题 稀有的海洋生态也将消失殆尽 记得赖友纯 李俊龙 宋香菱 来与金门 综合报道